好 看到本土病例单日新增已经破了8万 不断的创下新高 在18号确诊标新高 本土来到85,310例 那么死亡的个案有41例 还有重症183例 在本土的重症死亡率 现在半个月 从53%已经标到79% 透过这样的曲线图看得更清楚 主要还是在70岁以上 是上升的非常的快速 但是但是现在其实 这个疫情没有到高峰 主要我们可以看到 总检测数量增加 那么中南部疫情在飙升 但是还没有到顶 指挥官城中坦言 确实没有到高峰 那么医师林势币就要来告诉大家了 台湾在这一波 Omicron累计到现在 已经是有将近87万人确诊 致死率从万分之二上升到万分之三 肯定还会再高 所以现在也建议中央 应该把轻重症的两群人彻底分流 才能够度过这一波的Omicron海啸 疫情在创新高 指挥中心18号宣布 本土新占85310例 死亡41例 指挥官陈志忠坦言 疫情还没有达到顶端 将再持续发展一阵子 但不少医师都表示 压低死亡率是接下来很大的考验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势币表示 台湾这波Omicron累计将近87万人确诊 323人死亡 致死率从万分之二上升到万分之三点七 死亡是延迟指标 因为从确诊到死亡需要时间 之后肯定会再提高一些 Omicron致死率虽然变低 但是只降到Delta的一半 再加上Omicron传染力惊人的高 短时间感染更多人 以毒海战术取胜 分母大会造成一定的伤亡 毒理科教授赵明威他更预告 19号确诊数还会更高 确诊数字达到8万5千 那这个数字如同我们上个礼拜的观察 如果我们没有维持在6万5的这个高原期的话 那很有可能这个礼拜就可能会突破 而且甚至可能会往上冲 专家提醒亲戚手随身期带酒精 回家立刻换下一物 这些都是生活必要行为 而林势币则提醒指挥中心 将轻症跟中重症风险因子两群人彻底分流 才能够安然度过这波Omicron海啸 在医疗量能有限的前提之下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要当社会巨婴 记者黄义俊 王一仲 台北报道 好 再看到北市中院区常常中心 爆出了群聚感染 那么院内四分之三的住民都染疫 当中有一个人是症状比较明显 送到医院来治疗 其他住民留在机构里头 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前疾患局的副局长施文宜 也就是说在国内的重症死亡率 短短半个月 已经从53%来到49% 这表示什么呢 医疗的负荷已经来到了极限 同时跟投药速度太慢是有关系的 现在出现这样的警讯之外 在领口长庚的副院长邱正勋也说 台湾还出现了是有幼童确诊死亡 这也是警讯之一 幼儿肠照机构爆发群聚感染 台北市中镇区一家长照机构 总共收治41名长者 近有30人确诊 引发附近住户优心 他那个救护车是 好像蛮多量 他不是一次来 他是分批来 就持续是几天都有 有一位呢 目前在医院治疗当中 有八成的长辈 事实上有接受过 三剂的疫苗接种 所以经医师准断后 目前多数快塞阳性的住民 都已经开始投药 不过长照机构长者 多有共病状况 一旦染疫很容易转为重症 前卫生署机管局副局长 施文英分析 国内重症死亡率 短短半个月内 从53%上升到79% 医疗负荷量已经到达极限 以及投药速度太慢 医师将冠宇也强调 重症个案有近八成的死亡比率 反映抗病毒药物 无法及时投药的问题 那些容易死亡的老人家 都是那种条件最差 而且也就是我们医疗量 正在调整的时候 那你正在调整的话 代表就是说 对于说病人的处理 可能会不够及时 这也是可能都会增加 死亡率的一个原因 前章华县 医师工会理事长 蔡明忠就指出 开药比率仅1.7% 呼应该放宽用药年龄条件 不能再眼睁睁看着 中壮年病患 从轻症走向重症 甚至死亡 最严重的通常都是老人 跟一岁以下的小孩 这两种人都是高风险群 对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的人来讲 越早服用 效果越好 专家提醒若死者生前没有投药 代表药物分配出状况 国内医疗量能紧绷 因简化抗病毒药物发放流程 以免耽误治疗黄金之间 记者杨世旭 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金龙90岁的阿嬷 在风雨当中 在等病床的画面 这画面一出引发了 大家的震惊 阿嬷的儿子 也还原了当天的情况 并且为医护人员来报区 说院方的高层 必须要为医院 现在所有的乱象来负责 否则真的害死人了 17号凌晨 一名90岁的老妇 穿着雨衣 在急诊室外吹风淋雨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进到帐篷内躲雨 引起社会震惊 从家属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时不只有这名老妇在等待 还有其他许多年长的病人 都在风雨中苦苦等候 最气的就是因为 从12点多做完PCR嘛 你应该给我一个安置的地方 你看到人家这样 你也应该想办法给他安置 不只如此 老妇儿子还发现 医院的规划有极大疏漏 PCR快筛也在那里 快筛阳系的多少人在那里 一堆人都在那个空间 那你跟急诊病人放在一起 这样是对吗 老妇儿子为医护人员报区 怒批医院高层 这样会害死人 但是我不怪医务人员 因为他们真的太忙 但是我是觉得 他们的高层 这种政策 对让所有的病犯都在外面 这种做法是绝对不正确的 会害死人 如今老妇一家全家确诊 但他在礼拜五就可以出院 也让老妇的儿子非常头疼 只盼能让母亲全愈后再出院 以免交互感染 让病情加重 记者朱丁荣 王毅德基隆报道 新冠肺炎的疫情 现在不断的破万在上升 那么现在花莲卫福部 预理疗养院也被爆料 院内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有300多名的著名一次展疫 当中还有一人重症 现在也已经转院接受治疗 这最近消息提供给大家 再来看到是布里的基隆医院 才发生了两性男童转院 不幸过世 现在又出现民众控诉 说家人被送到医院急救 那么医护人没有告知 病人已经死亡了 居然让他们办事聊天15分钟 那么孙女投诉医院院房 回应欧卡本来就不用跟家属说 让他们气炸了 布里基隆医院被民众控诉 没有及时告知病人死亡 竟然让家属办事聊天15分钟 5月初一名80多岁的老翁身体不舒服 由救护车送往布机急救 老翁上车前都含有生命迹象 抵达布机后 医护人员只有询问家属 要不要急救 家属签下放弃书后 就回到老翁病床旁 帮他盖棉被 不断和他聊天 企图维持他的精神状况 没想到15分钟后 护理人员大喊 林某某到院前死亡 让家属气炸控诉医院 没有告知老翁到院前就已经过世 竟让他们搬着尸体聊天15分钟 其他医师也觉得非常傻眼 更扯的是老翁孙女 血腥到院长信箱投诉 没想到却遭到社工事主任回复 欧卡本来就不用跟家属说 让孙女大崩溃直呼 不知道长辈已经过世 才会陪在旁边聊天 并抱怨 基隆医院都是这样吗 估计回应却与家属有出路 在旧部车上无呼吸心跳判定为欧卡 到本院后经护理人员询问 家属表达放弃急救意愿 五分钟后有本院医师宣告死亡 随即联络往声势前来接送大体 不羁才刚发生两岁确诊男童 转院不致身亡 现在又传出未告之病况 让家属半失15分钟 引起地方敏怨 记得朱丁蓉 叶玉娜 基隆报告 自己的倾销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给大家推荐 旺旺水神机 有种比较大的一种这个雾化器 大的雾化器它大概有4公升 小的地方像这2到3瓶左右 你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雾化器 怎么买呢 来 这边有个QR Code 买的话请你输入CTI285